新北市板桥有一家面摊 为了要响应幸福保卫站的爱心 特别推出了顾客预付面前 再让有需要的社会弱势 来店里享用面前的带用面 两个礼拜以来 民众预购了四十多碗 造福了单亲的学童 十黄富人 以及独居老人等十多人 附近的摊商也纷纷响应了这项一举 散步爱心 热腾腾的石井面 美味的海鲜和浓郁的汤头 让人食指大动 不过这一碗面可是大有来头 它叫做带用面 是好心的客人先付钱 再让需要的人享用它 发起这个爱心带用面的人 就是板桥这家面摊 六十岁的老板娘严林盈 一位独居生活无意的老伯伯 正巧就在店里用餐 湿湿冷冷的雨天 他吃了这碗爱心带用面 暖意上心头 他很感谢善心人士的帮忙 更感激老板娘 行善不落人后的创举 两个星期以来 民众前后预购了四十一碗面 陆续也有石荒及独居老人 还有单亲的儿童都来享用 现在第四个月了 四月它现在比较多 已经有人间二十九碗了 我会做这个爱心的事 就是我儿子他给我讲在网路上 有看到那个外国人他有带用咖啡 我干十碗 我干十碗了 我干十碗给你吃 就是说这个爱心多元化 所以我们大家都会想一件水果啦 卖猪肉啦 都有啊 一碗七十五元的爱心带用面 是老板娘的儿子 从意大利的带用咖啡 一直过来的做法 现在活动回应热烈 连附近好几家的摊箱 也都想一起响应 我付钱你吃面就让人感动 又有意义的爱心接力 也请大家告诉大家